这兴高的好厉害的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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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盟主 日前在仁义坊 你亲口答应要在英雄大会上 把琉璃甲的来龙去脉 公布天下 现在与会的英雄已经过半 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出真相啊 黄鹤 你是想知道琉璃甲的真相呢 还是想知道琉璃甲的下落 是又怎么样 难道在座的各位英雄 就没有权利知道真相吗 没错 这就是铁掌帮今天来的目的 青崖山一役铁掌帮首当集冲 死伤惨重 高盟主 你至今我欠笔帮一个交代 高盟主 老夫在青崖山留下一只眼睛 一个儿子 这么大的代价 也没换回我英雄梅失落的秘籍 总够问五湖盟换一个真相吧 高盟主 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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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给个回答 快说 给个回答 快说 给个回答 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 高盟主 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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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热闹呢 你去哪儿啊 是你 毒蝎 好 高某今日如实相告 琉璃甲就在五湖盟手中 大哥 五湖盟所作所为 为的不外乎是天下太平 江湖安宁 只因青崖山一役后 武林元气大伤 经不起更大的风浪 我五兄弟 才将琉璃甲一分为伍 各自暗中保管 以待时机 高盟主 你说的理所当然 好生无奈啊 天下武库藏天下秘籍 你们五湖盟 凭什么将天下英雄 瞒在谷里啊 高盟主 讨伐容炫 我们大家是都出了力的 你们凭什么私自保管琉璃甲 凭什么 把琉璃甲交出来 我们大家重新分配 对 对 交出的琉璃甲 重新分配 各位英雄豪杰 听高某一言 当年 因琉璃甲 引发兴风血雨 群雄乱斗 险些酿成大祸 如今 岳阳城中 又有恶人 散播假的琉璃甲 再次引得江湖群雄 死伤无数 此物祸害江湖 十数祸根 高盟主 别假惺惺了 从二十年前江湖动乱 到现今因 假琉璃甲 引起的纷争 不都是你们五湖盟 一手策划的吗 试问 不是对琉璃甲 十分熟悉的人 谁能造出 这真假难辨的琉璃甲 说什么呢 你怎么说话 继续都在诋毁高盟主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娘的 什么意思 假的琉璃甲 难道是五湖盟做的 好歹徒 封小枫 一派胡言 封小枫 放你娘的狗屁 再敢造谣 老沙这就娶你狗命 封小枫 我第一个不放过你